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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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 今天是9月8日 事以今日来说 起先很多板块是上升的 直到后来就慢慢缩少了 我常常都是要强调一件事 大家要留意银行的板块 如果银行的板块都能够升的话 如果银行能够升的话 那这个升就有多些实力 如果是普通一些 所谓现在是新科技股等等 它有两个情况之中它会是升的 第一 人家被盖仓